这个牛仔斧也是非常特别,它是偏价格一点的,它是拼色的设计 这是牛仔布料,我穿的是蓝色,蝙蝠古感的,这是灰黑色 虽然是灰黑色,但牛仔纹路和纹理是突出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会不会变成正式的布,也有牛仔的特质 这个是拼色的设计,这是浅色的牛仔布料,做多幅的拼布设计 它的剪定是蓝油褲,偏松一点的蓝油褲剪 褹和大腿都是宽松的,去到小腿的部分就有少少收回去做蓝油褲的版型 我现在就摺起了两下,可以给大家看看放晒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搭了个线市鞋,如果你喜欢搭casual一点的波鞋款也可以 如果你喜欢搭型格一点,搭对型格一点的布也没问题 如果你搭衣服的时候,那个风格的路向,譬如你上身比较喜欢简弱一点 或者比较简弱一点,下身可以选一个有特色一点的牛仔布 去做一个穿搭上的一个highlight位 如果你除了这种简弱的风格配衬之外 亦都可以搭配一些有style一点的,即是夸张一点 这个也是很宽松的版型,夸张一点的衣衣款 亦都可以平衡得到的,不会太夸张 因为可能秋冬可以玩多一点些layer 在拼接上的style也是可以联系到的 不会觉得很over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牛仔布可以选一个简弱的风格或者有style的路向也是合适的 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的配衬 我现在这个就选了个纳士鞋 走向一个比较复古感,比较重一点的 因为这个蓝色是有那种味道的 黑色的名线是白色的 我现在这个是黄色的 两种有点不同的分别 布料没有弹性 再展示腰围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后腹半象筋腰的 弹性度也不错的 加上它的cut本身也是宽松的 这个是细码 我现在穿细码,另外还有中大加大 一共四个码 袋子有一个layer 整个设计都是比较稳一点的 你看到那个浪位都是偏松的 男友腹咳